总统蔡英文参加新台马轮首航典礼 台上台下看得出心情很好 但她的随护们却是一刻不敢轻松 穿着白衬衫和耳麦 总统随护守在两旁眼观四方 尤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前一天才遭受攻击 台湾正副元首的维安规格 随即拉高 走在蔡总统身边贴身随护手上提的 可不是普通包包而是防护公事包 就类似日本首相15号遇刺时 身旁随护拿出的这款防护公事包 而也正因为岸田文雄遇刺 政府总统16号的行程 维安规格升级随护的人数明显增加 进场的安检更是最基本的第一层把关 但日本短短一年内 两名首相级人物接头遇刺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 谴责暗杀行为破坏了民主价值 也警示台湾过去曾发生颇期颇份事件 在和中国对立加深的此时 应该加强对政治人物的安保措施 过去319枪击案立立在目 2024选举即将到来 警戒为安不容马虎 不让元首层级受到任何暴力威胁 也不能让历史再次重演 靳新闻林亭鹏宇州长报导 立刻下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夫